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几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人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词典有如下四个,分别是Spark Sale Local模式,Spark Sale Cluster模式,Spark Sale 2.2和Spark Sale 1.6的对比,和Idea和Maven的下载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营的Q据,取号是241617568 里边呢会有老师为大家讲解和海量视频提供大家给学习,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OK,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正式学习,那么我们现在主要学习的呢叫做Spark Sale 那Spark Sale呢是Spark自带的一种交互式Cell程序,方便用户进行交互式编程 用户可以在该命令下呢用Skyler编写Spark程序 Spark Sale呢程序一般作用于Spark的测试用力来使用的 那Spark Sale呢属于Spark的一种特殊应用程序 我们可以在这个特殊应用程序中呢提交任务给集群 让集群将当前任务跑出来,给我们看到结果 那Spark Sale呢一般启动的时候呢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Local模式,一种是Cluster模式 那在这里呢我们先说当前的Local模式 那接下来开始启动我们的机群 首先先打开我们的虚拟机 然后开启我们当前四台虚拟机 然后开启完虚拟机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使用FinalCell将当前虚拟机进行连接 然后FinalCell好,等待它让它加点一会儿啊 OK,FinalCell已启动 那这个时候呢应该虚拟机已经启动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连接这四台虚拟机 OK,FinalCell呢已经成功连接上当前四台虚拟机了 那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来启动当前Spark集群 启动Spark集群呢需要大家进入到当前Spark下的 bin目录下,sbin目录下 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跳转到Spark,Sbin目录下 所以CD-OPD,Software,Spark,Sbin,记录到Sbin目录下 然后记录到Sbin目录下呢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执行一个命令啊 呃我们LS一下 在这里有可以看到很多执行文件对吧 那接下来点斜杠当前录定下 我们start-out.sh 启动当前Spark集群 等待让它加点啊 那有当前日子输出完成之后呢 在这里如何检测集群启动成功 我们通过GSP命令 发现当前几点1已经启动当前Master 那几点2GSP 我可以正常启动 几点3GSP 我可以正常启动 几点4GSP 我可以正常启动 那接下来回到几点1 那在这里我们来主动操作一下 那如果想大家想进入到SpaCell命令下呢 这个界面下呢 需要进入到B幕下 所以此时呢 在这里我们CD一点点 回到上一幕录 CD B 进入到B幕下 LS下 那在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当前的一种回车吧 同学们 咱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回车之类的 对吧 那么在这里有哪些执行命令呢 有 Blan啊 包括什么Fan的Spark Home啊 对吧 然后什么Spark Class啊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 是不是有一个SparkCell 如果我们想进入到SparkCell下呢 就需要进入到当前这个命令里 所以接下来呢 这里我们来输入当前SparkCell的一个执行命令 接下来这里我们输入命令啊 也就是SparkSprk 当前目录下 这里 点儿切杠 Spark 杠 SprkCell 那此时我们所启动的模式就是SparkCell的local模式 这里我们启动当前那个Cell 让它进行一个启动 等待加点稍微等一会啊 让它启动一下 哦启动的稍稍有点慢啊 稍稍稍稍等一下 让它慢慢跑起来 时间的等待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集群呢 已经正式跑远了 在这里呢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这个SparkCell界面啊 这个大家要记住啊 首先第一个在这儿 大家看到这儿啊 是不是有一个Welcome to Spark啊 在这里也可以显示我们当前版本是2.22版本啊 咱们使用的是2.22 然后在这里大家看啊 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个Skyler开头的一个输入命令框 对吧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在当前下面通过Skyler这门语言 编写当前Spark程序进行提交 但在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两个点啊 在这里 首先第一个 如果我们启动SparkCell呢 在这里它会默认帮助我们创建两个变量 看好它们啊 它会默认帮助我们创建变量 一个呢是SparkContest上下文的SC 另外一个就是Spark Season下面的当前Spark Spark Season下的当前Spark 那在这里啊 我们有当前这么两个变量 是我们通过当前SparkCell当中的自带带好的 而且Spark2.2之后啊 同学们就2.0之后呢 在这里也会显示当前SparkCell的一种模式 这里大家记住看到这里啊 同学们看到这个位置 这位置啊 咱们看到这位置 那这位置呢 咱们选用的是谁啊 是不是Local啊 对吧 那么就证明当前我们SparkCell呢 是在当前本机的一个Local模式 也就是G本地模式 Local模式呢 只是在本机启动一个SparkSubMit的进程 没有与集团建立联系 虽然进程中呢 有SparkSubMit 但是不会到提交到集团当中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本地运行模式的一个应用 本地运行一个运行模式应用 那此时的暂点 我们就已经进入到当前SparkCell了啊 那OK 那我们SparkCell Local模式就介绍到这里 Local模式就介绍到这里了啊 Local模式就介绍到这里了啊 Cell